《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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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志是一個很奇妙的人物 他好像活在我的身體裡面 這種感覺就是 你一旦認為它在你身體裡面以後 它就進入你的身體了 我是很小的时候 画画的时候 就临摹蔡之中老师的那个庄子 某一个瞬间旁边有一个大人就说 你好像还跟他有点像 其实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暗示 但是你知道吗 这种小的时候 对小朋友这种毫无意义的暗示 他可能就在他的心田里面 种下了那个种子 种子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庄子就是每一个中国人 或多或早的 那个他灵魂当中的那一个种子 不仅是我个人这颗种子 它同时也是一群人无意义的种子 中国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人种现象 他除了是活在这960万平方公里 包括台湾这个地区 或者是散落在全世界各个中餐厅附近的那些华人 除了是这个东西之外 我觉得他可能还有一样东西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这一个中国人 他是不是骨子里面有一个庄子 曾经剥下的那个意识的种子 到底庄子给我剥下的什么样的意识的种子呢 比如说你会在中国采访很多那些IT的大佬 然后还有一些金融大佬 他们已经代表了所谓的先进生产力 所谓的未来 所谓的什么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举个例子 但是你问他你自己真的想怎么活的时候 他们还想说有一天要把公司卖了 我还是想找一个田地 然后前面有一条河 然后我可以要一个小小的茅草屋 我在里面成为一个可以泡一壶茶喝的 你会发现说这个东西好像很熟 这句话好像很熟 它从哪里来的 陶渊明吗 在陶渊明之前是谁呢 有可能庄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代表了有一种中国男人 他不像项羽那样的中国男人 他也不像孔子那样的中国男人 他不是很能打架 他仅仅有的东西就是 他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有一个饱受压抑的自由的灵魂 如果当我说到这句话 你觉得胸口易尽 你觉得 你觉得 好像说的就是我 谭中穴或者叫善中穴 啪一下 有那种震动的感觉 你就对了 因为我观察到 大部分的中国男人 在骨子里 其实他并不是崇尚暴力的 他只崇尚自由 但是你知道一个没有力量的身体 没有权力的身份 他的自由会怎么样 他会在前半段饱受压抑 然后终于有一天 他的自由的那个灵魂 会在石头缝的那个中间 会长出来 然后他总会找到一种方式 去体现他对于自由的要求 其实不仅仅是男人 后来我发现 很多中国女人也是这样 因为中国女人也饱受压抑 所以庄子用他的方式 找到了这样的一种人格 他需要获得灵魂自由的一种方式 而这种方式 自从被庄子讲出来之后 他就像一个永远会升级迭代的 病毒版本一样 在每一个人心里面疯涨 然后涨涨涨 涨到他三四十岁的时候 他已经饱受了权力的压迫 饱受了家庭的折磨 饱受了钱财 财物身外之物的折腾 再饱受了自己这个磊弱的身体 对他的这种种种的影响 这个时候庄子就来了 所以我常常觉得说 当我们在读庄子的时候 实际上不是在读庄子 而是和这几千年来中国人的那一种渴望真正自由的灵魂的那种共愿发生连接 为什么所有的佛经一开始都要叫你发愿 愿是什么 愿其实就是你的WiFi信号和整个过去 现在未来 除了地球 甚至包括宇宙的所有的这种 如果有的本体意识的连接的通道 无线WiFi是怎么上网 它无法是透过那种共振共鸣 连接频率的对上 所以为什么你需要上WiFi的时候需要一个密码 那个密码就是让你把这个频道的这个 最后那一关通过过去 所以那个老师说 他说发愿的本质 就是要让你灵魂深处的那一个愿望 和很多人的 甚至有情与无情的众生之间的那一个愿望之间 形成一个共振频率 这样的一种共振频率 你就和整个世界连接了 说得要大 简单一点说 当我们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比如说当我们在读围城的时候 你看到钱宗书去调侃知识分子 你会会心一笑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知识分子就是你身边的人 甚至就是你自己 你在钱宗书的围城里面看到了方空剑 看到了方空剑 看到了自己内在的那一个 又不想努力 又想获得成功的那样一个知识分子的那种心态的时候 你会不由自主地投身进去 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整个身体投到这本书里面去 这恰好是我认为一个知识分子独特的快乐 因为这种快乐是不受时间空间物质乃至身体的影响的 所以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知道 为什么中国一直以来就不是一个喜欢扩张的民族 因为有壮志 因为很多的中国人 他根本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 多余的人只能做多余的事 大的地方只能做一些无意义的功 你给他一个方桌 你给他前面的一幅画 他可以在那里做一天 他的灵魂已经投入到那幅画里面了 他已经把自己投注到富春山居图里面 想象自己是富春山居图里面的一个 带着一个弟子 当然最好是女弟子 然后可以偶尔采采药 然后这个女弟子可以做做饭 做一个泡姜炒牛肉 早上这是我最爱的 然后喝口茶 然后这样一天打打坐就过去 看着太阳起来 然后中午还睡午觉 然后看着太阳落下去 在夜晚的时候望着星空 听着风在整个的这个山谷当中 吹来吹去 然后你还可以听到各种的虫的叫声 你会发现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太多 因为已经足够多了 我不是没有讲装置 我讲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装置 因为这就是装置 一直以来它的状态 所以当我们理解了装置 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觉得 你这一辈子除了成为装置 几乎别无选择 因为你面临的压迫 其实只会更多 我们以前以为 人有了技术的进步之后 人可以获得自由 其实发现不是 你会发现 以前当你没有上网的时候 你没有微信朋友圈的时候 你还可以用你的方式教育你的儿子 自从有了微信朋友圈 你的朋友就会告诉你 要参加这个东连营 参加那个夏连营 然后呢 还要知书实力 中国文化英语 还要去 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世界的网络 所以人反而变得更不自由 所以人们想要在这种压迫当中 获得真正的那个自由的那个愿望 反而更加强烈 怎么办 只有读装置 所以我觉得装置给我们提供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识底层代码的蓝本 它帮助了我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去获得一样东西 这样东西叫什么 这样东西就是装置 在它的第一篇里面讲的那两个字 逍遥 我觉得读中国古典文化的书 其实有一个秘诀 就是把第一篇的第一段话 作为它的所有 我们小的时候学语文都是 种 分 种 所以你把第一篇的第一句话 看完之后 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获得某一种的钥匙 你进入了这样的一个频率 那么装置的第一篇第一个是什么 是逍遥 它的第一篇讲的叫北命有鱼 齐名为昆 大概说的意思 说在北边有一个很大的海 那个海里面有一条很大的鱼 姑且把它叫做昆 结果这个叫昆的鱼 突然有一天怒而飞起来了 起来之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鸟 我们叫做棚 而这个棚还会往南飞 很多人在读庄子的时候 觉得说这不科学 一条鱼怎么可以变成鸟 它有三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 古代就有那种两栖的动物 它开始的时候是一条海里的恐龙 但是它同时可以飞起来 变成一个在天上飞的恐龙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但是它灭种了 第二种可能 就是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就是庄子想象的有可能有这么个事 但是过去之心不可得 现在之心不可得 未来之心不可得 庄子说过去曾经发生过有这样一条鱼 它能变成一只鸟 你怎么知道未来不会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机器 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潜艇 呼的一下子 它飞起来它变成了一个飞机 我们小的时候看过那个丁丁力显记 或者什么什么力显记的时候 它们有那种标着数码的那个表 然后打开一个电视 你就可以看见远处的人 那个时候我们觉得2000年的时候 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就可以有了 结果这些东西现在不都实现了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发明 是跟我们的想象有关的 那么一个对于反正将来都会发生的事情 我现在讲讲过去曾经发生过 有什么差别呢 因为我要用这个故事只是讲这个道理 所以第二个可能性是这个 第三个可能性是我前两天看见了一本很有趣的书 一个叫何欣德先生 他是做考剧的 他说在北极的时候就有那种很大的鲸鱼 这些鲸鱼它喷那个水 喷那个水 就整个漫天壁着都是那个水面 然后它会把那个尾巴翻起来 它那个尾巴翻起来的时候 就像一个特别大的翅膀 可能在中国古代或者是在人类的古代 有人曾经见过 然后呢表现成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可能吗 我觉得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重点它是不是发生 是不是有一条鲸鱼变成一个鲁 这个事情不重要 庄子说你一认真你就输了 因为我都不认真 就跟谈恋爱似的 是吧 这个两个人谈恋爱 认真的人肯定受伤嘛 什么叫真 真就是说它不变 叫真 你当真的就是认为这个东西不变 你一想不变 你就和世界作对了 因为世界在变 我们叫成诸坏空 诸法无常 诸漏皆苦 所以呢 当我们一开始在读中国古典明珠的时候 你去较真说这个词 宋朝谁说的什么意思 唐朝谁说的什么意思 甲骨文什么说的什么意思 你可以去考据 但是当你考据的时候 你就已经离想讲故事的人 本来想跟你讲的东西就远了 你就离庄子远了 所以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你把它当真的故事看 你就丧失了最大的乐趣 就是世界是假 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呢 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是真的呢 你认为你买了这个房子 就是你的吗 Come on 不要说在中国 就算在美国 这房子一百年之后 是不是你的也不一定 你也只是用一用 法律上号称是你的 万一有一天突然整个法律改了呢 所以呢 逍遥游在第一个故事讲到 这个昆蓬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在告诉你 获得逍遥的第一个秘密是什么 就是别当真 是什么 是什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